当导体带电的时候 我们说过 它的电荷是分布在导体的表面 表面上有电荷密度 它的密度是每单位面积有Sigma库仑 单位面积有Sigma库仑 这个Sigma不是均匀的 有的地方密度比较大 有的地方密度比较小 我们知道像这样的一个不规则的分布 你要在空间任意一点 要求电厂的时候 你用高斯定律是没有办法做的 因为高斯定律只能求 那些电荷有对称性的分布 这样才能够求它的电厂 现在没有对称性的分布 没有办法做 但是你不能求这里的电厂 但是我们可以求哪里的电厂呢 你可以求表面上这一点 表面上这一点的电厂 所以我们现在要求金属体 或者导体表面的电厂 如果这个导体带电的话 就导体表面上这一点的电厂 可以用高斯定律做 那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们先把高斯定律写出来 他说我们现在要求表面一点的电厂 用的是高斯定律 好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个高斯定律 做一个高斯定律 这高斯定律就是 你要大概要对这个电厂的特性 或者说这个环境的特性 相当的了解 你才能够取得一个合适的电厂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看 这里有哪一些特性 导体 导体分布在表面的时候 那么里头没有电厂 导体内部没有电厂 导体的表面呢 有电厂 这个电厂是跟表面垂直 这个电厂跟表面要垂直 这是我们应用高斯定律 一开始我们就了解有这种特性 那么我们就根据这种特性 现在设计出一种高斯面 怎么样的高斯面呢 我们可以取一个 我们可以取一个这个 圆柱状的 圆柱状的 我拿一个别的颜色 取一个圆柱面 这是一个底 然后这个圆柱呢 其他的部分 弯曲的部分 跟另外一个底 都在导体的内部 而这个面 面积呢 非常的小 Delta S 非常非常非常的小 取这样的一个高斯面 OK 你现在自己把这个高斯面要怎么取啊 你把它写清楚 OK 取怎么样的一个高斯面 你回去啊 把它写清楚哦 然后我们就判断这个面上面的特性 你现在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设计 好 这个面上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高斯面 一共有三个面 这个底 这个底 还有弯曲面 它有两个面 都是在导体的内部 弯曲面 跟这个底 是在导体的内部 所以在导体内部的电场 就是零 对不对 内部就是零 好 那我们说 弯曲面 跟其中的一个底 在导体的内部 所以它的电场等于零 另外一个底 我们是设计在哪里呢 在它的表面 在表面上的一个底 一个底面 它的特性是什么 电场 要跟这个面 的面积向量 垂直 我们先写它的DA好了 DA 你在这个地方 取一个小的面积激素 那么这个是DA 这两个平行我写错了 平行 它跟表面垂直 DA跟表面垂直 就是跟D 就是跟E平行 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特性 你就可以把左边求出来 于是我们就得电场 我们把这个面分成里头跟外头 这个表面 表面 表面 再加上E.DA 导体的内部 导体内 那就是这一部分 算表面 另外算导体内部 因为导体内部处处的电场 都是零 因此它这个积分 就是零 就是零 对不对 那么就剩下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 E跟DA 是平行的 所以就是 变成这样子 那么我们取的面 现在是Delta S 已经非常非常的小了 或者呢 你把E提出来 E提出来 DA的积分 就是那个Delta S 左边就积出来了 好 那现在看右边 右边呢 Q N Closed Over Epsilon Zero 它是等于什么 QNClosed 它是等于 Sigma 乘上Delta S 等于这个地方的电荷密度 乘上这个地方的面积 好 那现在 左边等于右边 所以我们就有 E Delta S 要等于 Sigma Delta S 于是 我们就有 E要等于 Sigma Over Epsilon Zero 这个有一个 Epsilon Zero Y Zero 好 它的方向呢 方向是跟表面垂直 表面垂直 我们可以在这里加一个 这个E呢 它是等于大小 乘上N N就是局部表面的单位向量 局部表面的单位向量 于是我们就得到电场 导体表面的电场 是等于 Sigma Over Epsilon Zero N Universal 这个结果非常非常重要 电位能就是Electric Potential Energy 那么 这一段的原理啊 就跟我们以前在讲 上册 我们讲万有引力 那个原理啊 非常非常的像 我们现在看一看 假如说我在这里啊 有一个点电荷固定在这里 Q固定在这里 然后呢 有一个QPrime的电荷 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这条路径过来 移过来 就跟以前我们说 这里是个地球 有一个指点 从这里过去 那么当这个 现在是一个点电荷在这里 另外一个点电荷 QPrime 原这个路径在运动 好 那现在我们 看一看 它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位置是R 这个向量是R Univector QPrime 受Q一个什么样的力啊 它的力呢 就是 这个方向 F 可以写成 QPrime 乘上E E就是Q 在这一点产生的电荷 那么它在这里 做一个位置 做一个 Displacement 那我们画出这个 小小的位置 这个是 DS DS 那么 这个力 就是 它给QPrime的 静电力 在这个时候 对QPrime 做 多少的 功呢 那这个 功 我们就可以啊 用 功的原理 把它列出来 它有一个 小小的 功 这个功呢 就是等于 F D S F 那么F呢 它又等于 QPrime E D S 好 那现在 我们先把这个 化成存量 以后啊 我们再来 积分 好 E等于什么 Q的 进 Q这个点电荷的 进电厂 它是 4Pi Y0R平方 QR 好 好 Ds呢 Ds 是 位移 位移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圆半径 圆 R的方向 的分量 啊 这个 这个方向的分量 以及 这个分量 跟 跟这个垂直 跟R垂直 这方向的分量 可以 好 这个大小啊 这个就是DR 那这个大小呢 我们可以从 这个地方来看 如果它 扫过来的 角度是 θ 的话呢 这一段 就可以 麻麻糊糊糊 当作是 半径为R的 这个一段的 圆弧 所以这一段的 长度啊 它就是等于 R 乘上 Dθ 那 这个θ 角啊 θ的单位向量 这是R 单位向量 θ的单位向量呢 就是跟 R 单位向量 垂直 这个我在 讲万有引力的时候 已经介绍过了 它就R DR 再加上 θ方向的 R Dθ 把这两个 带进去 所以 DW 就等于 Q π 这两个 dot 这两个 dot R univector R univector 等于1 这一项存在 R univector dot θ univector 等于0 因为这两个 方向垂直 那因此啊 我们直接就把 这个就写成 这样子了 4 π y0 r平方 乘上 q r r平方 乘上 等于1 等于这个 dr 这还有一个dr dr OK 这个就是 公 小小的 他做了一个 ds 这个位移的时候 一个公 那么 他整个的公 等于什么呢 total work 如果他从 A点到 B点 从A点 到B点 做的公 到底有多大呢 A点到 A点到 这一点 地方的距离 是RA 这个是RB 的话 那我们 就可以把 这个公 就写成 DW 的积分 当然 DW 的积分 我们可以写成 q q' 乘上 1 dot ds 这个就是 这一段 他从 A到B 好 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 好 这个就等于 4 π epsilon 0 q q' R平方 分之1 的dr 从 ra 到 rb 我们以前 在讲 万有引力的时候 跟这个 差不多 就是那个时候 这是 m' 前面有个 负号 那么 这个是 它前面的 这个 常数 是用 g而已 好 那现在我们 把这个积分 积出来 这个积分 我们 在第一侧呢 已经 积了 好多次了 讲 未能的时候 已经 积了 好多次了 所以我们 现在呢 就直接 把它 写出来 它就等于 q q' 4' pi' epsilon 0 这有个 负号 负号呢 我们干脆 就这样子写好了 负的 ra 负的rb 好 负的rb 减掉 负的 ra 这个 4' pi' y' 0 ra q' prime 负的 等于这个 好 我们可以 把这个式子 把它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它就等于 q' prime 4' pi' epsilon 0 ra 减 rb ra 减 rb ok 好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结果啊 这个力 静电力 做工的结果 只是跟 起初的位置 与末后的位置 有关 跟他所走过的 路径 无关 因此我们知道 这种形态 就是一种 微能的形态 potential energy 的形态 potential energy 的形态 好 那么我们现在 就把这个 potential energy 我们把它 写成 负的 负的 epa epb 减掉 epa 后来的 减掉 起初的 这个是 起初 这是后来的 那么其实 这个 跟这个 一对啊 我们就知道 哦 原来这个 电位能的形式啊 是像这个样子的 我把这个顺子 重写一遍好了 你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负 pi epsilon zero rb 分之一 qq prong 减掉 qq prong 4 pi epsilon zero r 8 好 那这个 其实就是等于 负的 delta ep 这叫 位能差 电位能差 电位能差 就是这个 那么我们以前讲过 像这种 我们每一次要积 conservative force 所做的工的时候啊 始终都是 两项 从 a点 g到 b点 有两项值 这两项值 单独积分的话 它都有一个 长数 两个 几 g的话呢 两个长数 减掉了 你就看不到 这个长数 所以你这个时候啊 你不能说 它的ep 就是这样子 我们看这个 好像是 电位能 ep 看起来好像是 等于 4pi y0 r分之 qq pr 其实它还有一个 常数项 常数项这两个都有 都一样的 减掉了 你看不见 但事实上你单独积分出来 它是有这一项的 好 于是我们就想啊 因为以后永远得的都是一个 电位 电位能的差 所以呢 它这个c是多少 其实没关系 我们可以设定 好像说这个天花板 到地板的 重力未能差是 假定它 100加2 那我就可以设定 地面是 0加2 那天花板就是100加2 如果我设计 天花板是0 电位 0 未能 那么地面就是 负的100加2 所以可以 我们设定 好 现在我们就设定 我们设定一个值啊 让c等于0 那多好 以后就不要管c了 看这个形态呢 我们设定 R 在无穷远的位置 EP等于0 假如你这么设定的话 这 EP EP就是0啊 那这就是0 要等于 这个无穷远的位置 带进去 也是0啊 所以我们就得 c等于0 好 你在这种设定之下呢 我们就说 电位能 你可以用这个简单的形式 电位能 EP 是等于 是等于 4 pi y0 r 乘上 qq prim 单位是 Jr 注意 你用这个数字的时候啊 就是 已经设定了 c 在 二 在无穷远的地方 电位能等于0 等于0 level是在无限远的地方 OK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 电位能 电位能 那么电位能的意思啊 其实啊 它就是 我们把一个点电荷 点电荷 电厂把点电荷 从R 一直推到 无穷远的时候 所做的工 这个值呢 我们可以把 这是R 到无穷远 这个积分从R 到无穷远 这里从R 到无穷远 得出来 就是这个值 这个值 OK 就是这个值 好 那么 换一句话说 也有人 他是说 我电荷本来在无限远 距离这个Q 是无限远 那我用外力 把那个电荷 或者是推进来 如果两个都是正电荷 它要排斥啊 你要把它从无穷远 移到这一点的话 要推它 如果Q 是负电的 它本来就有吸引力啊 你不动它 你不去推它 它自己会吸引过来 我不让它跑得太快 不让它有动能 那我最好把它拽着 让它慢慢的移动 这就是外力 外力 外力做工 从无限远 把这个电荷 移到这一点 所做的工 就成为 这个点电荷的为难 点电荷 距离Q R远处 这个为难 就是把Q 从无限远 移到这一点的时候 距离QR远的地方 它我们所做的工 就等于这个系统的为难 系统的电为难 OK 好 这就是电为难 这就是两个点电荷 本来相距无穷远 你把它推推推推推 推到距离R远的时候 那这个系统所具有的为难 就是你做的工 就是这个 OK 好 那你现在回去 思考一个问题 回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我有三个电荷 Q1 Q1 Q2 Q3 本来都在无限远 我现在把这三个电荷 把它移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个是R12 这个是R13 这个是R23 你总共要 这个系统的电位难适是多少 那就是你要把它移 从无穷远移到这个地方所做的工 OK 回去做做看 Homework 你回去做做看 要用这个式子 不过不是那么单纯就可以用 你要想办法 想办法去用它 好 现在我们就介绍另外一种概念 叫做电位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假如在空间某一个位置 放一个点电荷Q的话 不一定要点电荷 反正就是电荷 这个地方 有某一种电荷的分布 为了看得见几件 你可以看不见 我假定有一个Q在这里好了 那我现在把Q pram 从无限远的地方移到这里来 移到这里来 我必须要做工 做工就是这两点的位能 这个位能呢 假定是P1 我把Q pram 移到这一点 移到这一点 我也要做工啊 这个工是Q 也是Q pram EP2 移到这一点 它也要做工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点电荷的旁边的 周围的位置 你要把另外一个点电荷 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必须要做工 做工就是这个系统的位能 那我们现在就说 它的空间有这种特性 你把电荷移到这里 要这么大的工 电荷移到这里 要这么大的工 那现在我们说 我把一个库轮的正电荷 从无限远的地方 移到这一点 要做多少工 做多少工 那么这个工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电位 我们设定 我们设定电位 就是等于 EP 就是单位正电荷 从无限远移到空间某一个位置 你需要做的工 就成为这一点的电位 你把它写起来 你要了解你的意思 你不要照背的 不要照背 就是说我从无限远 移一个点电荷 移任何一个电荷过来 到空间某一点 我都需要做工 那么单位正电荷 就把这个被Q Prime来除 那这个就叫做电位 电位的单位 是JOR per coulomb JOR per coulomb OK 现在还有别的单位 这是电位 这个叫做电位 Electric Potential Electric Potential 所以V就等于EP over Q 那现在 我们就从刚刚 积分的那个式子 我们再写一遍 我们刚刚积分过 说工 是等于 Q Prime E D S 从A点到B点 好 它积分的结果呢 它是等于负的 4Pi Epsilon RB分之 QQ Prime 减掉 4Pi 4Pi Y0RA 的QQ Prime 它又等于什么呢 它又等于负的 EPB 减掉 EPA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刚刚 导出来的 好 那现在 我把这三个式子 通通被Q Prime 来除 通通被Q Prime 来除 那我就可以得 E E D S Prime Fram A to B 要等于负的 Q Q Prime Qπ没有了 Q 4π ε0 RB 减掉Q 4π ε0 RA 这个也除一下 它就变成 负的 EPB E over Qπ 减掉 EPA over Qπ 按照这个定义 EP over Qπ 等于potential 所以这个就等于 负的 V B -VA V B-VA 现在我们要讨论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以后大量的用到 一定要熟悉它 那现在 我们从这里 可以得到 什么呢 V Potential 就好像是 好像V是这个 V 看起来 从式子看起来 好像是等于 这个 V 但其实不是 它这里 还是有一个C 有一个C 跟前面一样 那于是 我们还是可以设定 照样我们设定 照样设定 V 在无穷远处 V 等于0 则C 等于0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V呢 是等于 4 Pi Y0 R 分子Q 好 那这个 我们这个单位叫做 Jure Perculent 一个Jure Perculent 我们就设定它叫做 一个Volt 这个是Jure Perculent 我们 另 一个Jure Perculent 等于一个Volt Volt的简写就是 伊福特 伊福特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这一点 这里有个Q在这里 有个Q在这里 在距离它R远之处 这一点的电位 就是这个 这一点的电位 就是用这个 OK 好 现在我们 再看 再从这个地方来看 从这个地方 积分来看 从积分来看 我们看这个好了 这两边 好 这两边 好 这可以写成 那 VA-Vb 要等于 1 Dot Ds 从A到B 你把负号乘进去 就是VA-Vb 好 那就是说 我在 空间 两个位置 这个A点 这个是B点 当然 这里有某一些电荷的分布 所以我把电荷移到这里 需要 需要 单位正点和移到这里 需要做的工 叫做VA 好 单位正点和移到B点 所要做的工 叫做Vb 好 Vb 于是 VA-Vb 我们另 VAB 称为 VA-Vb 叫做 AB2点的 电位差 这个叫电位差 这个名称叫做 电位差 叫Potential Difference Potential Difference 这个很重要 这个式子 两点之间的电位差 A点的电位差 跟B点的电位差 要等于 E.ds 从A到B 那书上 很多书上写什么呢 它是 Vb-VA 它是Vb-VA 等于负的 这个 或者是说 VA-Vb 等于负的 这个积分 但是它是从B点到A点 它这个就好像说 我们这个是 电厂对单位正电荷 从 某一点 移到无穷远做的工 那么你如果把它写成负的话呢 就是 就不是电厂做的工 是外力 外力把这个单位正电荷 从无穷远移到这一点做的工 我们现在都用电厂的观点比较好 你不要去记那个符号 你记这个这个式子 OK 倒不是说你把书上那个符号变正号就好了 它上下线要变一下 好 那这个就是 这个式子有什么好处呢 你知道电厂 你知道电厂可以求电位差 知道电位差可以求电厂 它有这个好处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看一下 我们计算电厂的方法 这一套啊 跟我们计算电位的方法 跟我们前面讲计算电厂的方法很类似 很类似 我们所以很快的把它讲过去 好 我们底下介绍 计算 电位的方法 你电位如果会做的话 你知道这一点的电位 那你从 把Q 从无穷远移到这里来 你所做的功 就是等于 Q乘V 你把这个Q从无穷远移到这里 就是 你能够求电位 就能够求电位男 好 现在我们求电位 第一个 我们看 点电荷的电位 如果我有一个点电荷Q固定在这里 固定在这里 我现在 我现在要问 距离这个电荷 阿远之处 我从无穷远移一个Q 过来 一个不是Q 以单位正电荷过来 要做多少功就是这点的电位啊 我怎么求呢 我怎么求呢 好 我可以先用 我可以先用 电位能的观念 我如果把QQ 从无穷远的地方移到这里来 那我们不就是 可以得 它的电位能吗 好 好 这是P点 求P点的电位 好 我们知道 P点的电位啊 根据定义 它是等于 P点的电位能 我们 对QQP来除 QQP来除 我们知道这个 刚刚我们已经算了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说 好 EP是什么呢 就是 外力 从无限远 把QQQP移到这个地方来的 位能 我们的电位能 R 等于这个 好 把这个带入上次 我们就得V是等于 等于这个 你看这个跟电场是不是很类似啊 电场这是R平方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向量 这里没有 电位跟电能都是纯量 都是Skylar 都是纯量 好 但是你要注意 这个式子只能用在什么地方呢 Q 需要是点电荷 一般把后面注明一下 仅适用于Q为点电荷 好 这是点电荷的电位 好 那如果我们有一群点电荷 那电位是什么算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式子算 我们先来看 我们先来看 第二个 一群点电荷 我们先来看 好几个 好几个 两个以上的电荷 就是点电荷 Q1 Q2 Q3 当然还有 可以有更多 它在这一点产生的电位等于什么 好 那我们可以用以前那个 我们讲电荷的这种 一群点电荷的方法很类似 比如说这个到这里 距离是R1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 产生一个V1 是单独由Q1 是单独由Q1产生的Potential 4 Pi Epsilon 0 R1 分之Q1 好 Q2也会单独在这里 产生 电位 好 那么V2 就等于 4 Pi Epsilon 0 R2 Q2 好 等等 现在是说 我们有这么多的电荷 都在这一点 产生电位 那么它的核电位是多少 核电位是多少 因为这是单位 这个意义是单位正电荷所受的电 电荷 单位正电荷 从无权来移到这一点 你做的工就是它的为能 那么我们知道 有好多例对同一个物体做工的话 就是说 你移到这里来做多少工 这一点哈 移到这里来做多少工 根据它 根据它移到这里来做多少工 那么这些工啊 都是存量 所以它的核位难 也可以用叠加性 叠加原理 Principal of Superposition 有 叠加原理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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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和电位 为 V 就等于 这三个加起来 这三个加起来 你有更多项都可以加起来 加起来结果我们把 4π y0 共同项可以提出来 这个常数可以提出来 那里面我们就写成 是 summation ri 分子q i 就是从一点 你有n个 大n个电荷就是全部加起来 这个加法 你看这个式子跟 以前 以前我们 核电厂不是很相像吗 相像 不过它比核电厂 因为它这个里头没有向量 它是存量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加起来 以前不行了 以前有向量 你只能两两相加 两个两个求核向量 那这个可以一口气全部求出来 这是核电位 我们等等会举简单的例题 再来我们就看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位 还是跟球电厂很类似 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区域 里头有电荷密度的分布 这个row呢是位置的函数 就是说每一点的电荷密度大小不一样 好 这里有电荷分布 那么我在空间这一点一定会有电位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跟以前一样 我把这个连续分布的电荷 把它分割成许多许多小小的体积基数 每一个体积基数 就是一个电荷基数 这个体积我们叫低套 乘上这个地方的row 它就变成一个小小的电荷基数 因为这个基数很小很小很小 你可以把它当作点电荷来看待 因此这个点电荷就在这个位置 假如是r的话呢 它就产生dV 那这个dV就是等于 可以用点电荷的电位的方式来表示 那于是dV它就等于 4π ε0分之1 dQ over r OK 那这个上面有多少个这样的点电荷啊 无限多个啊 每一个都会产生自己的dV 那么它的total potential 就是等于这个积分呢 这个积分 它就是等于 4π ε0分之1 dQ over r 是不是很像啊 但是它这里头呢是存量 存量就是 不需要像向量积分的样子 把它变成存量在积分 你现在就一定可以积分 好 那么这个里头的dQ等于什么呢 dQ是等于rho乘dTotal 啊 啊 电荷成体状分布的时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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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如果 是一个导体的表面有电荷 那么它的电荷密度是用表面电荷密度来 来看哈 那也就是说我们 呃 画一个 我们画一个 好 这是导体 那么它表面有电荷分布啊 有表面电荷的密度的分布 表面电荷密度 Sigma 好 求P点的电场 好 电位 还是一样 你可以在这里啊 取一个 D S 啊 D DA 乘上Sigma 那 就等于 DQ 好 那这个距离呢 是R 它会在这里产生DV 好 DQ在 P点产生的DV 还是可以用这个式子 因为DQ仍然是一个点电荷嘛 对不对 好 那表面上有多少这样的点电荷 无限多个 无限多个 你把它 电位全部加起来就是这个 还是这个式子啊 还是这个式子 不过这个时候的DQ呢 它就是用Sigma 乘DA 它是电荷乘 面状分布 面状分布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线状分布的电荷 好 如果 我这里有一条 电荷 分布在 线上面 那么它 线上面的电荷密度呢 是Lemina Column Per Meter 好 那么它在这一点产生的 电场 P点 产生的电场 你还是可以 在这里取一段 取一段 DL 这一段是DL 乘上Lemina 就等于DQ 这个是R 好 那它在这里产生电位 这个电位还是可以用这个式子 那这个上面有无限多个电荷基数 每一个都在那一点产生自己的电位 电位基数 于是 总电位还是这个 所以 如果是现状分布的话呢 它DQ就是这么取法 现状分布 连续分布 所以电场 我们计算的时候 你看现在有什么 点电荷的电位 一群点电荷的电位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位 好 我们再讲一个就是 再提醒就是 刚刚的 由电厂 求电位差 然后再来求电位 哈 第四种 有 如果你知道电厂的话 求 可以求电位差 求出电位差以后啊 再求电位 哈 然后 好 那这个式子呢 就是这样的 Va 减 Vb 要等于 电厂的 线积分 从 ag到 b 好 这个式子 好 再讲一个 我们就来讲例题 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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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再讲一个就是说 你知道电位 可以求电厂 知道电厂 可以求电位 哈 啊 那么 这个式子是这样子的 我们从这边讲过来 哈 有 我们刚刚写的 e dot d s from a to b 要等于 va 减 vb 就是那个 对不对 我现在把这个 这个式子 我可以把它写成负的 dv 从 va 到vb 你看这个积分就是它 这个积分就是它 OK 好 那么 我现在把这两段 这个等式 等于这个等式啊 我两段都微分的话呢 于是我们就有 e dot d d s 要等于负的 dv 那 e.d s 它其实可以分成了 e x 乘上dx s 再加上 e y dot dy 加上 ez dot dz b 要等于 dv 因为 e可以变成在迪卡尔坐标有三个分量 迪卡尔坐标的ds也是有三个分量 这两个向量 乘起来就是这个 dot 以后就是这个 好 所以我们从这个式子啊 我们可以发现啊 这个v是什么 v通常啊 在这个式子里面 它是x y z 三个分量的函数 三个分量 那么因此呢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dx 而ex呢 它是等于 这个 从这里 从这个等式我们有这样的式子 e x 等于负的 我们用partial derivative 因为v是xyz的函数啊 因为v是xyz的函数啊 我们现在仅仅对x做偏微分的时候 你y跟z就把它当作常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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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这个式子 然后 e y y 就等于负的 partial v over partial y 好 e z呢 就等于负的 partial v over partial z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式子啊 写成一种向量式 你们现在不懂 我把它写出来 但你二元级呢 就要 常常用到这个式子 就说这三个式子啊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电厂的向量 等于负的gradient of v 现在你们没有学过gradient 这个叫做gradient Now 叫gradient 先不要管它 我只是做出来 写出来做参考 以后你们在二年级啊 会用到这个 它的三个分量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有个好处 这个有个好处 就是说你知道v 唯分可以求电厂 你知道电厂 积分就可以求v 好 好 那么我们原理就介绍到这里 现在我们来做立题 做立题 你们回去一定要做习题啊 你不做以后 你不做的话 你两堂课以后我讲什么 你听不懂 你完全听不懂了 OK 做CTE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做CTE 我教你的东西 你才记得住啊 要不然你通通记不住 好我们现在看 第一个例题 如果我有一个电偶集 摆在这个空间 一个电偶集 Electric Dipo 这个是Q 这个是-Q 那么它们之间的距离呢 是 假定是2A 假定是2A 那么这个Q跟Q Prime 两个点电荷 它会在这个空间呢 产生电场 那我们现在要问 距离这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有一点 叫做P点 求P点的电厂 跟电位 求P点的电厂 与电位 求P点的电位 与电厂 或者电厂与电位 都没关系 好那你现在拿到这个问题 你怎么做啊 哈 我们说你要先把问题弄懂了 然后它上面要你求什么 求电厂 又要求电位 那你就思考 我学过哪一些求电 计算电厂的方法呀 你算一遍哈 好 比如说点电荷的电厂 一群点电荷的电厂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厂 高斯定律求电厂 然后还要求电位 你也算一下 我求 我学过哪一些计算电位的方法呀 点电荷的电位 一群点电荷的电位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位 有没有高斯定律求电位啊 有没有 没有 所以前面三种两个都有 好 既然 电位跟电厂 都可以用 一群点电荷的方法来求 因为这是一群点电荷啊 那我现在怎么做呢 我是不是 用一群点电荷的方法求电厂 然后再用一群点电荷的方法来求电位呢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我们刚刚不是说过吗 你知道电荷可以求电位 知道电位就可以由电位来求电厂 所以你只要求一个就好了 比如说 我先看 那到底是电厂 到底是电厂容易求 还是电位容易求 我 把那个容易的方法先做 这个方法呢 是电位容易 因为它是纯量的和啊 不是纯量的积分啊 电位求出来以后呢 那我们再用刚刚讲的这个方法 来求电厂 所以我们分析好了以后 那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是用 连续分布电荷求电位 求电位 OK 好 我们把第一个式子写出来 我们说 P点的电位 它是等于 4 π y0 分之1 它原来是这个式子 但是现在的i就是1到2而已 1到2 那我就直接把它全部写出来啦 好 4 π y0 分之1 好 这个地方呢 就是 这个 这个我们算它是 我把这个改一下好了 这里改成负的好了 这里改成正的 改成正的 负正 好 这个算R1好了 R1 或者我写R plus都可以 R1 好 那它就是等于 R1分之 Q1 正Q 正Q 好 再加上 R2 分之 F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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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就是这一项 这个 R2 R2 好 好 那我们通常啊 那我们通常啊 这个P点的座标 我们可以拿这个终点 当作参考 哈 我们可以拿终点当作参考 比如说这个是X轴 这个是Y轴 好 那么这个就是R R 这个就是R 这个就是R 这个是R OK 这个是R 就是说它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应该要知道 好 这个角度算是θ 你可以用Rθ来表示它的位置 好 R跟θ 你距离这里R圆 跟这个轴夹角是θ 可以用这个来表示它的位置 那现在呢 R1r 这个是椅子啊 告诉你 求P点的电场 这个要椅子 这个要椅子 但是R1R2啊 你也不知道 那我们就要把R1R2 跟Rθ之间的关系找出来 比如说我们从图上面知道R1 我们看这个任意三角形 R1的平方 它是等于R的平方 加上A的平方 这个是A 好 再减掉 2倍RA 乘上cosθ 这是用余弦定理 余弦定理 好 那我们现在 把这个式子啊 左右都开平方 然后再颠倒一下 那这个就可以变成R1分之1 开平方哦 这边颠倒一下 再开平方 颠倒一下的时候 我把R提出来 里头呢 它就变成 1加上A平方 OVERR平方 减掉 2倍的RA OVERR的 cosθ 这边有一个 2分之1 2分之1 因为它是在分母 分母 但是这个例题 它有一个假设 就是说 R呢 远大于2A 远大于这个 我们黑板上 没办法画 如果你这个 dipo是这么长的话 这个R 好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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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画 没办法画那么远 好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看到 因为R比A要大的很多很多 因此呢 这两项 都比 远比E小 远比E小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比E小很多的像素 我们用这个 二像式 把这个当作一像 二像式定理 把它展开 把这个展开 好 这个展开 很容易嘛 我们 都会 我节省一些时间呢 我就把它 抄到这里 于是它就等于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一减 二分之一 A平方 over R平方 减掉 两倍的A cosθ over R 好 好 后面更小 我们就可以 麻麻糊糊糊不要了 好 正一项啊 等于那个值 好 那么R2呢 也是一样啊 R2 我们说R2的平方 也是等于A平方 加R平方 好 好 然后再 减掉 两倍的 A R cos 它现在的角度 是这个角啊 π-θ π-θ 的话呢 那就变成 负的 负θ 所以它是等于这个 好 我们也可以把 R2分之一 可以把R提出来 R提出来 里头就是 一的平方 一减掉 一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 加上 R平方 A平方 加上 2A cos θ over R 的 负二分之一 之法 这个跟这个就差在这一项 这里是负的 那一边是正的 好 我们把它用二项式定理 你展开的话呢 它就变成 二分之一 一减 二分之一 A平方 over R平方 再加上 再加上 乘上 加上 2A cosθ over R 好 后面 变成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 R2分之一 跟R1分之一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好 把这个带到第一式里面去 好 带入 带入第一式 我们就得 这两个 带进去就等于 减一减 这个是负号 Q提出来就等于减一减 好 我们就得 V V R θ 它是等于 4 π ε0 R平方 2 QA 乘上 cosθ 那么 2QA是什么呢 这是Q 绝对值 diple的绝对值是Q 乘上2A 那我们就知道 它有一个 Electric Diple Moment Electric Diple Moment 我们就写这样子好了 它是等于 Q乘上2A 方向就是 跟A的方向一样 是这个方向 我们就画在这里好了 我们干脆把这个用向量表示好了 那我们这个就可以用向量表示了 OK 这是P 好 那么因此 2QA就是 电偶极矩的大小 over 4 π ε0 R Square 好 那么 还可以用什么方法表示呢 你看 因为P是一个向量 R本身也是一个向量 而P跟R之间的夹角 正好是θ 所以 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把它 我这里特别强调 它是等于 P R Univetal 4 π ε0 2平方 这个是 这一对电偶极在P点 产生的 电位 这个式子很重要很重要 你们电磁学以后啊 会有很多这种东西 好 那现在我们知道电位了 我要求电厂 怎么求啊 好 好 我们知道电位 怎么求电厂呢 好 那么我们呢 再游 好 我们现在再游 求电厂 求电厂 我们刚才学的是 笛卡尔坐标 还没有学到这个 球坐标 还没有学到 二年级你就会用到球坐标 那我们现在就要先把这个化成笛卡尔坐标 化成笛卡尔坐标 好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里头的 我们取这个 这个 叫做X轴 这个我们称它 叫做Y轴 所以这一点的位置呢 可以是X 好 这一点的Y轴的位置 我们就称它叫做Y 好 Y OK 所以它的位置也可以用X Y Z来表示 Z是0 Z这个时候我们用的是0 好 那我们就看 这个时候的R等于什么东西 啊 R是等于X平方 加Y平方的二分之一次方 好 它是 R 它是X平方 加Y平方的二分之一次方 好 那么Cosin Theta呢 Theta是这个 Theta是这个 就是相当于Theta是这个角啊 好 这个角 所以X是什么 X是R R的 Sine Theta 哈 那么Cosin就是Y OVR Cosin就是YOVR Cosin Y OVR 就是Cosin Theta 好 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个数字里头去 带到这个数字里头去 我们就可以得P点的 R的 电位 我们用迪卡尔坐标的XY 来表示 我们说 这个时候的电位啊 原本是这个东西 P Cosin Theta 我们现在把R跟Cosin Theta 带进来 它就变成这个 4 P Y0 P Cosin Theta 是Y OVR 所以这里有一个Y R呢 这是平方 R平方 R平方 是 X平方加Y平方 然后 还有一个R R是二分之一 X平方 加Y平方 的二分之一 因此 这个就是二分之三平方 二分之三 我们 既然 已经变成 这个 变成 X跟Y的函数 我们就可以求 1 F 的 Partial V over Partial X 对X 對X 来做偏维分 X做偏维分 那我们 就把它写成这样子 y当做常数 我们把y提出来 然后呢 partia over partial x x 平方 加 y 平方的 负 2 分之 3 次方 这个结果我们求出来 它是这个 4π y 0 x 平方 加 y 平方 1x 1y呢 它就等于 负的 partia v over partial y 这个时候的 y 它是变数 y 是变数 那么我们就 我就不再去仔细 好了 我就直接把结果写出来 它就等于 4π y 0 x 平方 加 y 平方的 二分之三十八 对不对 这个没有负 这个是正的 这个已经在飞母了 正的 p 2 y 平方 gl x 的平方 那么 1z 是等于零 因为 v potential 里面不含有坐标v 它是零 我们把这两个分量导出来 或者三个分量都导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v 1 它就等于 把两个合并 共同向提出来 4π y 0 x 平方 加 y 平方的 二分之三十方 p 然后这个里头呢 x 方向 它是三倍的 xy 再加上 y 方向 它是2y 平方 减 x 平方 这两个是 x 跟 y 方向的单位相量 这样做 这个是由 因为电位比较容易 我们先求电位 再求电场 如果电位跟电场 反而要一起做的话 你先求电位 再用电位来求电场 你这题做对的话可以满分 如果你用积分的方法求了电位 然后再用积分的方法求电场 那分数就没有满分哦 那它就 意思就是说你根本不懂得e跟v之间的关系 因为它要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要考一考你 知不知道e跟v的关系 知不知道e x等于partial v 负partial v over partial x等等 我们看第二个例题 这是一个圆形 圆形的线圈 它的半径呢 我用r 这是一根轴 叫做z轴 跟这里垂 经过圆形又跟z垂轴 那么这个上面呢 带有q的电量 分布在这个圆周上面 那现在我们要问 距离圆形z软之处 有一个p点 这个p点呢 距离圆形是z软 求p点的电位跟电场 我们已经求过电场了 对不对 我们上次用积分求过电场啊 这个时候我们看看 用求电位就更简单了 我们还是这样分析 这是连续分布的电荷 要求电位跟电场 那么连续分布电荷 都有计算电场跟电位的方法 那计算电场比较难 因为它是向量和 那电位呢是纯量和 因此我们就用先求电位 先求电位 OK 这个电位啊 直接就可以用积分的方法 把它求出来 我们说v p点的p点的v 它就等于 4πy0 分之1 dq over r OK 我们直接可以用这个式子求 好那你现在要取dq啊 我们上次取dq是把 是取一个dl长 然后把电荷密度求出来 密度称上dl就是dq 你可以直接就这么写 在这里我们直接就这么写 说我在这里取dq 这里就有一个dq 在图上面 你图画出来 图画出来 那就知道你dq取在哪里 这个就是r OK 那么它在这里产生的dv啊 它在这里产生dv 那么v是等于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就 看一看这个积分号 dq 这没有什么向量存量 没有什么向量 所以你不要考虑分量 先看看这个dq的q当然是变数了 r是变数还是 常数啊 那你就把dq的位置移一下啊 因为它都在边缘嘛 所以你移到任何一个位置 它到p点的距离都是r 那因此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r提出来 好它就等于这个 好简单啊 好简单啊 这固然正确但是表示不好 为什么 因为你里头的r 不是他给你的 他没有给你r 他是给你这个半径大r 所以你要把r 所以你要把r 画成他给你的参数 那这个r就等于什么呢 r就等于 r平方大r平方加z的平方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写这样子了 好 这个就是电位 现在我们要用电位 来求电厂 再由电位求电厂 再由电位 求电厂 他现在只有什么 迪卡尔坐标里头 只有z是他的变数啊 z坐标是变数 跟xy都没有关系 所以partial v over partial y partial v over partial z 都是0 partial x都是0 只有partial z存在 因此我们就说 他的电厂 这等于什么呢 等于只有z方向有啊 负的 partial v over partial z 好 你把这个对z来做偏微分的话呢 他就等于 你把他做偏微分哈 负的 partial over partial z 是2平方加z平方 你自己岁点你 四个颜色 就坐标准 坐标准 等于这个 那么我们知道 1X Component 等于0 1Y Component 也等于0 它就是这个 这两个 例题是说明 我们 电位跟电厂一起 要你计算的时候 电位容易 我们就先求电位 再求电厂 那以后我要举例 电厂容易做 因为它可以用高斯定律做的话 电厂容易 直到电厂再求电位 那我们这个礼拜五晚上